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Firebase 今天是第五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我今天有点感冒 可能声音有点沙哑 所以说比较抱歉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使用存储服务Storage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要编写一款APP 比如说这个微信 是吧 比如说这个LINE都可以 咱们可能会让用户上传一张图片 或者说几张图片 或者说上传一段视频 对吧 那么咱们开发服务器的时候 这个图片 这个视频保存到什么地方呢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文件存储服务 就是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Storage 它呢帮咱们来存储一些用户的数据 好不好 当然也能存储咱们自己的数据 OK 那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存储服务 咱们存储图片 该怎么做 首先呢 我给您访问一下存储服务的官网 咱们看一下 所谓的官网 其实也就是 稍等 其实也就是它的这个主页 其实我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看 这是这个Firebase Storage的官网的网页 大家看看全中文 非常的好嘛 对吧 它给咱们存储图片 而且呢 这是无限量的 您存储多少图片 多少的文件 都是没有问题 也是非常的好 它呢类似于什么 它类似于AWS里面的S3的服务 这两个是一回事 一匹配的关系 好 然后我再给您演示一下 今天呢 我是准备用Node.js 给咱们做一些个上传下载图片列表 删除等等操作 那么Node.js可参照的API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请看 就在这个网址 我给您访问一下 咱们从这个网址 就能够访问到它所有的API 咱们看一下它 大家请看 都出来了吧 咱们可以用各种各样API 比如说这个显示文件列表 是吧 等等等等都出来 而且它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的详细的例子 大家请看 怎么调用呢 都有非常好 我当时做程序的时候 就是参照这个网站 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说呢 推荐给您哦 今天我给您的例子 也是从这个网站 参照的代码 然后呢 做成我今天的例子 给您讲解啊 好 那咱们回到咱们的课见 那咱们先上去 马上就干吧 怎么干 那请啊 实战演习 今天我给您做什么 上传文件 下载文件 列出文件 以及最后的删除文件 对吧 咱们一般的操作这个 这个 浮起端的文件 不就这四个步骤吗 还有什么 对吧 跟操作数据科的数据是一样的 OK 那咱们开始哦 首先咱们在本地 需要建一个工程 工程呢 我前几期已经建好了 大家看一下 就叫这个 MyFirebase 对吧 咱们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建的工程 同时需要咱们一个 存储key的文件 这个是私钥文件 我第一期 第二期 已经给您讲了 您需要下载这个文件 咱们才能够访问 Firebase后端的服务 对不对 OK 咱们回来啊 如果有朋友说 我还没装呢 怎么办 没关系 您用我这四个命令 把这个工程 初始化一下 然后呢 安装Firebase的 管理的SDK 同时大家 发现今天我在安装一个新的UUID 它在什么 它去生成一组串 这组串呢 是需要随着咱们的上传代码 一直要保存到服务器端的 这样的话呢 咱们上传完之后的图片 就能够通过公用的URL把它打开 好不好 所以说今天咱们要用到UUID 这个NodeJS的库 您呢 要安装一下 好不好 我本地已经安装过了 您要不信没关系 我再给您安装一遍 这个安装非常快 这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库 已经安装成功 完全没有问题吧 咱们看一下 Cat 我先清点屏 然后是Cat Package 然后是Jason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本地已经安装了 Firebase管理里的SDK 以及UUID 对吧 您的安装它就可以 因为它上传文件数的时候 是需要给UID的 好不好 其实把它当作令牌使用 OK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 咱们今天的代码 NodeJS 咱们干什么 咱们首先要先上传一段 一个文件 在上传之前 我先给您试试 我本地的初始化的环境 有没有成功 所以说这些代码 我准备先放到咱们的闷里面 咱们先跑 下面的文件上传下的 咱们暂时先不做 咱们先把主代码拷贝过来 看看有没有报错 这个代码和前几期的不同 在于哪 就在于大家看看 在这个地方 就要加上咱们一个 存储的存储桶的URL 这个存储桶的URL 从哪里获得 我再给您多说一句 咱们回到Firebase的控制台 然后咱们看 这有一个storage吗 今天咱们讲的 就是这个storage 把它打开 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 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URL 这个URL 就是咱们存储桶的URL 就这个地方 好吧 您把这个URL拷贝过来 就可以用 怎么拷贝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 它有一个小按钮 点击就叫复制拷贝 对吧 拷贝过来之后 放到咱们代码当中 然后咱们就可以去 初始化这个存储桶 如果我这些代码 没有报错的话 说明咱们成功的 连接到这个存储桶的服务 但是还没有做任何的操作而已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我存储退出 OK 敲Node 空格们 大家注意看 没有吧 没有任何的错误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连接存储桶 初始化 Firebase的环境 以及连接存储桶 都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呢 我就要给您上传一张图片 好不好 大家请看 我这写了一个义务函数 对吧 上传图片 然后指定一个文件名 就能上传 里面呢 是它这个存储桶 上传图片的API的写法 我能给您简单的看一下 用这个ZIP压缩 没问题吧 这个MIDA数据很重要 这个地方如果不写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不写的话 您上传图片也能够成功 但是呢 却不能够被看到 那么我需要给它加一个META信息 大家请看 主要是这个地方 给它加一个下载令牌 这样的话呢 它咱们上传后的文件 马上就能够通过URL访问到 而且呢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位置我用了刚刚跟您说的UUID 需要给它一个令牌吗 就是这地方咱们安装的UID 好吧 那么您只要把我这张代码拷贝 到您本地一运行的话 就能够上传一张图片 那么上传哪张图片 对吧 大家请看 我这个函数声明完之后 我在下面这儿进行了调用 对吧 调用什么 大家请看 我上传一张和我当前目录下的一张PNG的文件 上传上去 那么它就能够上传 对吧 OK 好 那咱们先稍息 咱们试一试 我先把这张代码拷贝过来 看看咱们本地能不能够上传一张图片 拷到这个地方 nano拷贝到下面 没问题吧 存盘 然后退出 但是我现在先不执行 为什么 我LS给您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本地其实是有一张叫做BEA.PNG的图片的 对吧 小蜜蜂 对吧 OK 我这个地方指定的呢 也是BEA 也就是说 我要上传我当前文件 加下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内容 我也给您看一下 这个是前两天 我玩这个荒野乱斗里面的一个B的角色 我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攻击力超强 好 今天呢 咱们就要上传这一张图片 其实我还给您准备了另外一张 咱们上传两张 也可以 咱们一张一张来 行不行 OK 那咱们先少去马上上传一张 Node 要注意看啊 Go 大家请看 这个B的这个文件品质 已经上传成功 那么怎么证明上传成功呢 咱们回到Firebase控制台 然后刷新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张图片 刚才没有吧 对吧 多一张图片 然后打开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小B能看见了吧 然后点击这个 这个呢 通过URL也能够看到 大家请看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令牌 没有这个令牌的话呢 是看不到的 对吧 那么咱们在上传的时候 给您加了这个令牌 所以说这地方呢 您就看到了 立刻通过Internet的访问 就能够看到您上传的文件的内容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先少去 咱们再上传另外一张 是这样 我呢 在本地给您准备了两张图片 一个叫做B 一个叫做BB 是吧 好 那试试啊 BB也是一个攻击力超强的角色 但是它是直播 它是近距离 好 存盘退出 咱们再试试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BB也上传上去 OK 大家请看 BB.PG也上传成功 咱们回来刷新再看一下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又多了一张图片 点击之后看 BB出来了 对吧 另外呢 大家注意看 这看起来很凶的样子 其实呢 BB是一个小女生啊 是个女孩 好不好 OK 大家注意 我通过这个文件 是不是成功的上传了两张图片 同时通过Internet的访问 还能够看到它里面的内容 对吧 您注意 咱们发令牌 就是为了让咱们上传文件 马上通过URL可以看到 所以说这地方至关重要 当时在这地方 我也是绕了好长时间 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好不好 推荐给您 OK 接下来 咱们图片上传完之后 不是说咱们需求就结束了 咱们可能在其他的终端 还需要用户能够参照 能够下载到这张图片 对不对 OK 怎么下载 往下看代码哦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段代码 其实用的也是它的标准的API 这个地方主要是 下载文件 对吧 咱就能够下载到这个文件 而且把它下载到本地 我把它下载到当前目录下去 代码内容非常简单 我不用给您解释 咱马上运行就可以哦 OK 试一下 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包括咱们调用它 download file 清下屏哦 nano 文件上传代码 咱们不要直接删除掉 省得看的太多了 OK 拷贝过来 然后存盘退出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我是下载什么 大家请看 我给你解释一下参数啊 我是下载咱们存储桶里面的b.png这个文件 下载到本地把它叫做dl.png 这是整个程序的意义啊 OK 那也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呢 会在这个文件夹下 多一个dl.png的文件 对吧 它的内容呢 不是一个b 是一个b 好不好 OK 试一试啊 有点绕口啊 咱们执行 Node men 注意看我一回车 大家请看 d.png下载完成 并且呢 把它变成了 rename成了dl.png 看看有没有啊 大家注意看 我本地是不是出来了 有了吧 没问题吧 这是圆图片 这是线图片 size大小都一样 完全没有问题吧 OK 通过这个例子 我给你演示了 咱们如何下载一张 咱们存储桶里面的图片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还不算完 咱们还需要干什么 还需要列出 咱们当前服务器 都有哪些个文件 我没说错吧 当前服务器 都存了哪些个文件 现在咱们服务器中 大家请看 一共存储的是 两个文件 那么咱们能不能去列出 这两个文件呢 当然可以 咱们试一试 怎么列 大家请看 下面的 文件列表 您通过这个API 您就能够马上列出 您文件的一栏表 我的代码呢 都是经过调查 而且呢 给您简化后的 您拿过去 您拷贝到本地 马上就可以使用 我可以担保啊 咱们试一试 拷贝过来 看看能不能列出 咱们服务器的 这两个文件 目前咱只有两个文件 对不对 删掉啊 我今天没有给您演示 这个路径啊 其实咱可以这个服务器端上上文件 包括比如说这个时间 类型 年月日等等的都可以按目录进行归类 都可以啊 我今天直播给您放到了咱们服务器端的村株桶的根而已啊 OK 先少续存盘退出 然后清一下屏 咱们再运行 看看能不能列出服务器的这两个文件 大家注意看 够 没问题啊 请看吧 一个是B.png 一个是BB.png 都列出来了吧 咱们通过这段代码呢 就能够列出服务器的文件 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循环嘛 对吧 循环出了两个文件 OK 最后 咱们跟数据库一样 增删查改嘛 都不可少嘛 今天呢 咱们再给您演示一下 如何删除文件 加文件咱们讲了 对吧 下载讲了 列表讲了 最后呢 咱们再试试这个删除 该怎么删除 很简单 就这么箱代码啊 大家看看 这都是它内部的API 咱们指定了一个文件路径 然后呢 通过这个命令 通过这个方法呢 把它删除 这地方叫文件名也行 其实应该是叫做路径 其实叫路径也不准确 应该是叫做ID 因为它在服务器园存储 唯一的路径 就是它的唯一的ID 这个地方其实叫ID 更专业一点 是吧 OK 好 咱们先手机码试试 咱们删除一个文件 把这个BA.png 把这个文件删除掉 好不好 OK 试一下 拷贝 然后我再nano打开 把这段代码删掉 拷贝上咱们删除的逻辑 然后一存盘退出 好 清下屏 那么我现在只要再执行一下 这个程序的话 服务器端的BA.png 就会被删掉 好不好 试一试 Go 没有报错 那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删掉了 咱们还有 没关系 刷新一下浏览器 大家请看 是不是那个文件被成功的删掉了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在服务器端使用 Node.js Admin的管理SDK包 来做一些文件的上传下载 删除列表等等的操作 我今天给您的代码 您马上就可以应用在您的本地 以及工作中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代码 非常实用的课 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OK 今天的课程就这么多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上传到 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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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